好 今天晚上我们来直播修机器 算是实操吧 每一期都有这么一几节课实操的 今天的实操内容会比较多一点 首先我介绍一下这个主板的一个情况 这个主板呢 它的主人就在我们班上实地学员 看视频的时候 晚上在宿舍看视频的时候 看着看着就烧掉了 原因就是因为他买了一个那个USB的那个节能灯 插那个USB节能灯 用着用着自动关机了 然后就再也开不了了 然后来到第二天来到学校 来到实地之后来到班上 他跟我说开不了机了 昨天晚上看视频 看着在宿舍 打开一看 发现三五幅短路 三幅短路 桥挂壁 他自己把它拆了 拆了之后呢 网上买了两个买了一个桥 好 今天晚上我们来直播修机器啊 算是实操吧 每一期都有这么一几节课实操的啊 呃 今天的实操内容呢 会会比较多一点 首先我介绍一下这个主板的一个情况 这个主板呢 它的主人就在我们班上实地学员 啊 看视频的时候 晚上在宿舍看视频的时候 看着看着就烧掉了 原因就是因为他买了一个那个USB的那个节能灯 插那个USB节能灯 用着用着自动关机的啊 然后就再也开不了了 然后来到第二天来到学校啊 来到实地的之后来到班上 他跟我说开不了机了 昨天晚上看视频 看了在宿舍 呃 打开一看 发现三五幅短路 三幅短路 桥挂壁 他自己把它拆了 拆了之后呢 网上买了两个买了一个桥 刚开始买了一个桥 换上去之后 有显示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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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机特别慢 改BIOS怎么搞的不行 那以为以为有问题 再买了一个 再买一个 嗯 好了 直接不显示 那丢给我呗 丢给我 我在别的板上拆了一个 很不好的 这个拆了一个也是坏的 那就把它原来那个 能量机那个 量机慢的那个 重新植住 焊回去 诶 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好好的 可以妥妥的用 那 用具用吧 用的 他就回去看视频啊 晚上又又擦USB的这个东西 好 看着 看着 又烧掉了 又黑 又黑了 第一次不知道是擦那个灯 导致坏的 第二次 发现可能是灯的原因 嗯 擦了就烧 嗯 第一次他不知道 第二次的话就感觉哪里不对劲 应该就是那个 USB灯搞导致的 嗯 所以说这是比较惨的 然后今天他又把它拆掉了 拆掉就给我了 来 这个桥肯定是干过很多次的了 这个不用说的了 有没有 付出了点代价 这是这颗板的前因后果 你们现在大概的意思明白了没有 反正就是桥烧掉了 啊 电流大扛不住 跟桥没什么关系 因为桥连接USB接口的呢 就是一个 呃 就是USB总线 啊 就是带不起负载 应该也是供电那部分 因为USB接口就是供电和接地 再加上信号 带不起也是供电的事 不至于烧桥 所以这个烧桥这一块是灯的原因 可能是 这搞了两次 那后来他 我听他说好像是跟那个灯的老板 卖灯的那个老板跟他说的叽叽歪歪的 好像 好像让他赔了200块钱吧 怎么样 那个卖灯那个商家赔了他200块钱 啊 好像这么回事啊 这个事也算是遇到了一点好事吧 终于是这是不幸中 好像也捡了一点碳吧 哈哈哈哈哈哈 这是他啊 今天跟我说的啊 哎 磨磨叽叽叽的 跟那个淘宝卖家啊 嗯 好 这 这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前因后果啊 那么接下来我呢 就是要找一个桥 把它装上去试一下 看看我那个桥是不是好的 有没有 呃 我 我首先哈 这个板我先放的 我先准备一个桥 我的桥从哪里来的 嘿嘿嘿 你料板上拆 明白没有 哼 我也是拆料板啊 这个桥毕竟比较比较贵的 买不起 最近吃饭都没钱 啊 比较穷啊 过了一个年 哎呀 每一个人给我发红包 妈的 整的我他妈过年过得好像没那回事一样 我操 呵呵呵 所以现在赶紧回来上班 呵呵呵 呵呵 啊 啊 啊 接下来要除胶哈 这个是17D的 没错 SR17D的 除胶吧 还能干啥啊 这个红胶啊 红胶怎么除啊 风腔一百多度加热 吹一吹 然后用镊子把它挑掉就行了 啊 这种不是那种灌胶 基本上可以说好好搞不定 比较好搞吧 对不对 一挑它 镊子一挑一下 一大块都没了 啊 啊 啊 浴室不绝 干栏桥是吧 先测桥是不是好的呀 不用测了 啊 不用测了 这个就听天由命吧 拆一个 堵一下 就堵运气 堵自己拆桥 值球的功力 管它呢 堵一下运气 要是我现在测了 万一是好的 等下值了不行了 就怪我 我现在干脆他妈的不打值 等下我就说 他妈的 早知道测稿之前 测一下是吧 哈哈 来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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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狡猾 哎 狡猾得不行啊 哈哈哈 BGA上啊 就是我是在破BGA吧 嗯 大概都能看到吧 啊 我在BGA旁边的时候看不到你们打字啊 不能够及时回复啊 是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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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OK 嗯嗯 BJ什么牌子啊 这个BJ是驯维的 驯维以前是有做BJ生产BJ 然后后来 呃停产了2016年停产了 不做了啊 停产的原因很简单 买BJ人少 转行的人多 看到没有 外面门外有穿裤衩的 他们现在真的是很热的 知道吧 我们都是穿件短袖 摄像头要抬高一点吗 不用抬高了吧 就这样子啊 嗯 顺风小哥 我不知道你们看到了什么啊 嗯 嗯 嗯 等一下啊 曲线还没到 还没那么快 还要一会儿 嗯 嗯 眼神真好 是吧 文缝里看人 曲线还没到啊 等一下 嗯 温度 对 又在BJ前面可以看 BJ前面有个屏幕 手机班对隔壁是手机班 骑摩托车呢 骑摩托车呢 我跟你讲 那几个美女 没有几个人能hold得住 太疯狂了 玩不过他 嗯 不是一般人能驾驭的了 等一下啊 还没到 时间还没到 我看一二三四四段 四段 已经变得了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还没那么快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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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能这样子的 这个 我想不能看到 那个 BJ 啊 现在可以了 一二三 五 嗯 差不多了 好 现在已经把机面取下来了 啊 OK 我靠 你们这些人还有人截屏 这就不对了 嗯 啊 现在看一下怎么把这个子起来哈 跟他说一下子球 新手的话可以学习一下子球吧 哦 这个 这样够清晰吧 这样够清晰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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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处理之前我们先把那个焊盘吸渣处理干净啊 刷点焊高 什么鼠标挡焊盘呢 这个意思 抹的是焊高焊油 抹的是焊高 那种乳白状的这东西啊 应该看到跟什么东西相似 你自己看看啊 反正就是啊 对 把上面的吸渣脱干净 这个我们不用脱吸线啊 这个不要用脱吸线 落铁脱平就行了啊 这个啊 好 现在基本上已经差不多了 这背面 这个我发现这上面这种烧热高啊 真的 弄点吸板水擦一下 吸板水少不了啊 不要用脱吸线 因为脱吸线拖得太平了 太平了有一个后果就是拖完之后不上吸 直吸的直吸的时候呢 汉盘那个吸球不往下掉 老是粘在钢网上 下面没有 没有这个焊盘上一点吸都没有的话 没有注焊的效果 我们这种焊盘上有吸的呢 呃 这个焊盘上一吸一融化 它会自动把这个吸球吸下去啊 啊归位归的会比较好一点 这是一个经验啊 而且的话 焊盘上有吸的也不容易虚焊 用吸浆也可以啊 吸浆可以哈 但是的话就是 你要反正就是怎么搞的要操作熟练啊 嗯 熟练就行哈 这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把吸焊上去 然后看好就可以 反正这个不不在乎用什么方法 哎呦这个钢网 钢网在胡子里拿不出来 我拿出来了 嗯 嗯 实地直在想吐是吧 对那些想执球的来实地可以体验一把 我现在在洗钢网 找着钢找着钢网哈 嗯 嗯 现在我已经找到了钢网 钢网是sr171的 啊 芯片我也洗干净了 啊 钢网我也找到了 啊 这个孔径是0.4 那我用多大的吸球比较合适呢 其实0.4 0.4 0.35都可以 好吧 小一点会比较好取钢网 用0.35吧 啊 0.4的话呢 就是取钢网的时候会有点小困难 嗯 嗯 接下来 关键的步骤到了 这个桥 太好挂逼了 什么意思 太好挂逼了 嗯 嗯 OK 嗯 我们一般直吸是在背脚上 先指两个球 好吗 这是我们一贯来的风格 从来没有变过 嗯 我在汉盘上捡两个吸球放上去再说 也不知道大小应该也没什么关系 反正 差不多就行 OK 那接下来吹吸球 温度大概在300 310的样子 啊 嗯 嗯 不在吸球化了没有 没那么容易化 嗯 嗯 还没上去 不会吹飞的涂了汗高就不会吹飞不用担心啊 可以了 可以了 嗯 这个角涂的汗高一点少 所以不太好归位 嗯 接下来干什么知道吗 接下来就是刷一层汗高把钢网盖上去啊 哪哪个乌鸦嘴啊啊 辛苦一大通装上去挂逼怎么可能的啊 本来我就没打组织的 等一下我就往你身上赖哟 那说你乌鸦嘴又说坏话了 哼哼 哼哼 这个看的是放钢网的时候钢网上一般有个缺口 看到没有 这个三角缺口 刚好对到焊盘 那个三角缺口 盖这一边就可以了 知道吧 你怕这样子不好对位 你可以翻过来 保证芯片在那个钢网的中央盖上去 基本问题不大 就这样子 这个盖好之后 所有的孔都出来了 这样就OK了 我发现这应该上0.4的会好一点 算了0.35吧 拿个 接下来我就要拿那个 那个叫什么 子盆 我在实地我的习惯性 因为比较简陋嘛 对吧 有人笑我简陋 反正这个东西吧 熟练就好 好吧 我简陋我也能修好机器就行了 无所谓 技术不到位 拿什么都没用 技术不够工具来凑的那种 对吧 这个现在倒点吸球上去呗 不过这个东西放正一点啊 倒点吸球 那每个孔里面都有吸球就可以了 钢网比较厚啊 然后球也比较小 很容易出现一个孔里面两个球的 是不是 不管它挖屏就好了 挖屏啊 一般不会出现两个球 它孔径也没那么大 群里有没有每周的同学 有没有每周的 没有吧 广东没周 没有就算了 你算了 真是朋友 好吗 好吗 咦 这有的地方还是一个孔里面掉两个的 这样看不太清 这可以了 这个看得清了 有的孔里面掉两个的要刮掉 这个要侧面看 正面看很多的看不出来 从侧面看了去高低不一样的 那种就放了两个吸球的 好了没什么这样应该差不多了 没看我用过放大镜是不是 对啊 好 接下来就开始吹了 吹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绝对的把握 我建议你还是先压一下 手不要抖 先让吸球大致的归位 再说 啊 因为这个没有大致的归个位的话 那你不压的话它容易 容易跑偏 容易跑偏 还有啊 你们买的钢网啊 是不是有的钢网一吹就拱啊 那种钢网一吹就拱啊 那种钢网一吹就拱那种不好 要把那种吹当去不会拱的 要把那种吹当去不会拱的 吹好了 怎么不买怎么知道好不好啊 装在主板上就知道好不好 通常通电测试亮了 显示的就好了 目前来看 每一个珠子都漂漂亮亮 骨鱼也比较好 不掉一个点哈 没有哪个点是掉点的 目前来看是相当好 基本上就是一步到位了 直锡了 一步到位不用补啊 可以了 归位也归得比较好 知道吧 这基本上没什么问题 那这个时候在夹吸球的时候 就不要夹的太用力 容易夹变形 我这有个吸球 我这有个吸球要补一下 现在才发现 刚刚没发现啊 这有个吸球要补一下 呃 仔细看的话 能够看得到这个镊子 手指方向 这里应该是扫个吸球吧 是不是 这扫了个他不是扫的 他是滚到旁边去了 滚到旁边去了 怎么办 这种情况你们会怎么办 啊 我就问你滚到旁边去了 你怎么办 落铁下去吗 还是怎么样 我镊子把它夹掉 看看能不能夹掉 曾经我是用镊子把它夹掉 哎 这个 镊子尖 开口了 哦 哦哦 夹不开 夹不开 夹不开就上落铁了 哎 一落铁搞定 我怕就怕我的落铁刀一碰它全没了 哎 还好 再上两个 上刮刀啊 刮刀就比较危险哦 我没有那个刮刀 我的刀都比较粗 不愿看到的还是发生的 一落铁干掉四个球 哈哈 哎 捕吧 哇 操 这个吸球啊 我都会压一下 知道不 哦 沾上吸球的 沾上汗高的不好弄啊 沾上 沾上汗高的不好弄啊 这两个吸球怕他干什么 然后现在妥了 好了都吹一下 OK了 搞定啊 好 现在开始把它往主板上汗 成功与否在此一局 往主板上汗 这个主板上的焊盘的话也是因为处理过多次 有的边边角角有点掉绿油 但是这个不影响的本身在一个铜皮上的这个还没什么影响啊 焊盘也比较密 但是没什么太大问题啊 直接刷汗高 直接刷在主板上就行了 这个汗高啊 这个汗高多一点没关系啊 就是也不能搞得太多吧 这种叫助汗高啊 可能有些人没有听过 行吧 这个就看准第一角 对不对 这个汗盘上面带箭头 这个地方就是第一角 好 然后我们的芯片也是一样 带箭头这个对到上面那个箭头 大概的放上去 大概位置就可以了 然后上bga他自己归位啊 可以吧 好 然后我们就bga上面键咯 来我都稍微的推一下啊 稍微的放正一点 也不能放的太歪了嘛 我把那个画面稍微的拉大一点吧 对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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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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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感谢观看 心情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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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